又过了一年来到尾声 大家已经准备好迎接圣诞节了吗 虽然位于赤道国家大多没有四季 但我们的邻国泰国 在今年可是要迎来冷冷 非常冷的圣诞节了 但这个圣诞节只有冰天 没有雪地 泰国最近冷风狂吹 当地气象局发布良计公告 由于受到中国强风影响 泰国的气温会比平常降低摄氏8度 当然这是最冷的情况 因此要大家注意保暖 但这边才刚发布警告 泰国那边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你看你看 在泰国北部南奔府的一个市集 现场各种杂物都被吹到万丈高空去 虽然当地天气看起来晴空万里 但冷冷的强风吹不停 吹到市集的帐篷东倒西歪 有一个蓝色大帐篷 还因为抵挡不住强风的猛烈攻势 被强风撕扯破烂 还被连根拔起直接KO 光是听到视频里 嗖嗖的风声就感觉很可怕 根据泰国气象部门发布泰国良机公告 受中国强烈冷气团南下影响 泰国全国地区从星期三开始 气温大幅度下降 寒冷多风将一直持续到圣诞节 最大降幅为摄氏8度 其中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摄氏5到8度 连首都曼谷和周边地区的气温 也预计下降5度 可以说除了靠近大马的泰国南部 不怎么受到影响之外 泰国其他地区的人民 恐怕会迎来个特别应景的冷风圣诞节 这波从中国强势攻进泰国的冷气团 在这两天跨越长江 影响到华南部分地区 中国全国各地的气温 更是不断跌破历史新低纪录 你能想象吗 北京的气温跌破零下摄氏13度 上海最高的气温只有零下摄氏6度 打破40年来最低气温记录 这也代表中国全国90%的国土 都将进入冰冻模式 来看一下下起暴风雪的山东烟台微海 大雪纷飞就像在南极一样的冰天雪地 积雪量已经突破35厘米 足足到了成人的腰部 根本让人寸步难行 走路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下雪的速度了 感觉再走慢一点 就要被淹没在白花花的雪海里了 这些冰天雪地的景象 看起来虽然很美 但却让当地人直呼实在是受不了啊 虽然在冰天雪地中度过圣诞节 好像比较有佳节气氛 但是光是看了刚刚的画面 就让人受不了的冷天气 还是马来西亚的圣诞节最爽 至少有一天的公共假期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点赞分享 还有关注热点Hospot 带你关注更多国内外大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